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谷电影解说的频道 在影片开始前,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 不要忘了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2007年1月1日开始,香港实施室内全面禁烟 烟民都被迫从办公室走至后巷抽烟 自此来自不同背景职业的抽烟族 在后巷开辟了一个打婚聊天结交朋友的特殊场所 其中一对男女张志明与于春娇,一因抽烟而在肮脏又狭窄的后巷中邂逅 一段错摸不定暧昧男侧的恋爱关系,由燃点香烟的瞬间中展开 一次志明主动上前为春娇点烟 首先是这个威胁动作令春娇对他加倍留意 而两人在谈天说地间,满脑子怪念头的志明更令春娇乐陶陶 自此一拍集合两人不停互发短讯来往 甚至相约在晚上一起抽烟见面 那晚志明与春娇在室内抽烟 惹来卫生帮伴追捕二人牵手拔足狂奔 首度肌肤接触 后来志明发现春娇原来早有男友 故时刻压抑自己的感情 另一方面春娇与男友佳豪的感情 却因志明的出现泛起了一丝暗勇 志明和春娇由最初不经意的相约在后巷见面之后 春娇索性拉着志明一起跑到附近另一条后巷 建立属于他们的秘密基地 二人的感情随着屡屡清烟逐渐酿越趋浓烈 佳豪察觉春娇的微妙变化 更偷看了志明传给春娇的短讯 误会春娇背着他和志明鬼混 春娇百口莫辩 但他却无法否认自己对志明心存好感 于是他鼓起勇气搬出男友家 志明得知春娇为自己引起的误会而分手后 向他连番暗示新意 但春娇总是接受错误 以至他们一直无法确认彼此想法而疏远 直至2009年2月25日傍晚 香港政府公布财政预算案 由到晚凌晨12时起增加烟草税 志明在街上巧遇春娇 索性一起结伴跑到全港 所有便利店及时多搜购香烟 二人在找寻香烟的同时 也为自己的爱情找到了出口 而那些新购入的香烟 意见证着他们爱情的升华 好了 今天小谷为大家分享的电影解说 暂告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谷的视频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再见